觀眾朋友好 歡迎收看每日頭條 今天是美東時間4月5日 星期五 這期新聞的主要內容有 美軍急調一個師的裝備 伊朗和以色列的大戰在即 違反程序行動釀慘劇 以色列的兩名軍官遭到撤職 印度即將大選 莫迪魏連任制定了未來10年的經濟目標 蘋果解雇超過600人 也是疫情之後的首輪大裁員 著名戰狼吳京的新片慘不忍睹 首日票房只有143元人民幣 在節目開始之前 還是先拜託您點贊訂閱我們的頻道 打開小鈴鐺 這樣就不會錯過每期的最新消息 來看詳細內容 在5日 黎巴嫩珍珠黨總書記 納斯魯拉發表了演講 誓言要對以色列進行反擊 目前以色列已經關閉了全球的28個大使館 所有的工作人員都已經被疏散到了安全地點 避免成為伊朗襲擊的目標 以色列國防部也正在召回空軍的預備役人員回到部隊 而美國也緊急裝載了1500件可以裝備一個濕的設備到查爾森號 查爾森號已經駛向外海 準備前往可能的事發地點 美國以色列和其他的西方官員表示 他們預計伊朗將會對以色列目標 發動無人機和導彈襲擊 納斯魯拉說 現在由伊朗人決定何時採取行動 並不總是很快 這也是戰鬥的一部分 在心理上和道德上都讓敵人疲憊不堪 我們正在等待時機 在伊朗的報復性打擊之後 每個人都應該為所有的情況做好準備 外界認為 他的意思是要打一場全面戰爭 據以色列媒體的報導說 伊朗軍隊用卡車大批量的從伊拉克越過邊境 進入敘利亞 裝載著各種武器 以色列國防軍準備在未來的72小時內 從幾個不同的戰線進行大規模的同時攻擊 可能包括黎巴嫩 敘利亞 伊拉克 伊朗和也門 但也不僅限於這幾個地區 推特帳號《以色列戰爭》分析認為 伊朗德黑蘭到以色列的耶路撒冷的距離為1700公里 兩國最近的距離只有1000公里 以色列是有兩款巡航導彈可以輕易的到達 與以色列不同的是 伊朗自己沒有反導系統 如果伊朗從本土攻擊以色列的話 伊朗注定吃虧 這就是外界認為 伊朗不太可能從本土發起對以色列的攻擊 只能是繼續使用它的代理人進行戰爭的原因 以色列戰爭還爆料說 以色列空軍在5日 嚴重打擊了真主黨 又有5名真主黨的成員被消滅 許多設施和軍火被炸毀 真主黨已經全面撤離黎巴嫩邊境 紐約時報報導說 以色列的情報部門認為 伊朗將使用自己的軍隊 而不是通過真主黨來攻擊以色列 技術專欄作家弗爾德表示 真主黨對以色列北部的不斷轟炸 和以色列神奇的鐵窮防禦系統拯救了幾千名以色列人的生命 還有的人表示 它拯救了幾千名黎巴嫩人的生命 如果沒有鐵窮系統 以色列現在將被迫消滅黎巴嫩的大部分地區 還有的人表示 他們一直說停止向以色列提供武器 而沒有人去質疑誰在給這些恐怖集團武器 他們繼續向以色列發射火箭彈 在以色列轟炸伊朗在敘利亞的大使館側樓 導致11人喪生之後 大批的伊朗人 包括伊朗軍人 都從敘利亞撤回到了本國 大陸網文7天7夜認為 伊朗應該會繼續保持所謂的戰略定力 轟炸一波以軍相關的軍事設施就完事了 這樣的反應對伊朗來說 並不是什麼新鮮事 在1998年2月份 塔利班進攻了阿富汗北部重鎮馬扎里沙里夫 之後選擇了無差別的屠殺報復 開著皮卡車在街上掃射 包括行人 婦女 兒童 甚至是拉車的馬和驢子都沒有放過 塔利班以伊朗式什葉派武裝的支持者為由 縱容亂兵直接衝進了伊朗駐馬扎里沙里夫領事館 把10名伊朗外交官和一名記者亂槍打死 還暴失街頭 最後放火焚燒了伊朗領事館 這件事情是讓伊朗舉國憤怒 當時的伊朗總統 也就是現任伊朗最高精神領袖哈梅內伊 放話要報復 集結了25萬的大軍在邊境 當時的伊朗擁有F14在內的各種先進的美式裝備 理論上是可以橫掃阿富汗的塔利班的 當時的人們也普遍相信他們會這樣幹 但是到最後 伊朗的25萬大軍在邊境搞完了武裝遊行之後 就不了了之了 評論認為 那時的伊朗沒有發動戰爭 今天就更加不可能了 原因很簡單 伊朗的經濟非常的糟糕 無力支持大規模的戰爭 伊朗先後經歷了2019年到2020年反對燃油漲價 以及2022年到2023年反道德警察 兩場大規模的國內的動亂 後者至今還仍然沒有完全平息 在這種國內的形勢下 伊朗政府如果對以色列發動大規模的戰爭 崩盤的可能性比較大 最新的消息顯示 伊朗議員公開的呼籲 襲擊以色列在阿塞拜疆的大使館作為回擊 有分析認為 這種呼籲恰恰說明了伊朗內部 反對和以色列大規模開戰的聲音不小 以色列當局對這州在加沙空襲中 7名救援人員遇難事件進行了調查 結果發現軍方存在嚴重錯誤和違反程序的行為 之後已經有兩名軍官被撤職 軍方在5日發布的聲明中表示 對救援車輛的襲擊是一個嚴重的錯誤 原因是身份識別錯誤、決策失誤 以及違反了操作標準程序進行攻擊 而造成的嚴重失誤 當時的情況是 這個救援車隊在一個機庫卸完貨之後出發 有人在其中一輛卡車的車頂看到了一名武裝人員 而且以色列部隊在黑暗中 也沒有辦法看到車頂上的世界中央廚房的標誌 美聯社報導說 以色列軍方向記者展示了槍手在一輛卡車的頂上開槍的鏡頭 領導這項調查的以色列負責人表示 當時他們的心態是 人道主義任務已經結束 他們正在追蹤再有一名疑似槍手的哈馬斯車輛 之後就襲擊了那輛車 然後他們發現有人是從車裡面跑出來 進入到了第二輛車 這時他們又決定襲擊第二輛車 然後又有兩個人從第二輛車裡面跑出來 進入到第三輛車 這時他們又襲擊了第三輛車 這些襲擊違反了以色列國防軍的標準作業程序 在這起事件中有7名救援人員遇難 包括英國、澳洲、波蘭 還有一名美國、加拿大雙重國際公民 和他們的一名巴勒斯坦同事 這個事件在全球引發了憤怒 以色列軍方表示 目前已經解除了一名上校級別的旅參謀長 以及一名少校軍階的旅火力支援軍官的職務 並且對包括南方司令部司令將軍在內的 高級軍官進行了正式訓斥 美國總統拜登在事後表示 除非減少對加沙平民和援助人員的傷害 否則美國對以色列的政策將會發生轉變 以色列軍方發言人哈加里少將告訴記者說 這是一個悲劇 也是一個嚴重的事件 我們要對此負責 將確保這種事情不會再次發生 世界中央廚房援助組織表示 調查和紀律處分是以色列軍方向前邁出的重要一步 並再次呼籲要進行獨立調查 以軍在聲明中表示 調查結果已經移交給了軍方總檢察長 他將決定參與錯誤襲擊的軍官 或者任何其他人 是否應該受到進一步的懲罰或起訴 印度將在4月19日開始全國大選 總理莫迪對贏得連任充滿信心 已經制定了一個雄心勃勃的目標 也就是在未來的10年內把經濟和出口都翻一番 根據路透社5日的獨家報導表示 在選舉集會上莫迪強調 經濟增長是他最大的成就之一 並保證如果他贏得第三個任期 印度的經濟將從現在的第五位 越居世界第三位 根據去年10月份的一份文件顯示 莫迪已經要求官員們 在今年的5月份的左右敲定計畫 到2030年把明義經濟規模 從目前的3.51萬億美元左右 擴大到6.69萬億美元 儘管缺乏具體的細節 但是它已經成為了官員會議當中討論的基礎 文件中說 未來6年 莫迪的目標是把人均收入 從2500美元左右提高到4418美元 但是沒有具體說明 實現這個目標所需要的支出或者改革 在強勁的製造業和建築業的支持下 截至到3月31日的上一財年 預計印度的經濟將增長8%左右 是世界主要國家中增長最快的 文件中還說 莫迪政府希望到2030年 商品和服務出口額從大約7000億美元 月升到1.58萬億美元 這可能會使印度出口 在全球貿易當中的份額翻一翻 達到4%以上 政府還計畫重點關注70個領域的改進 包括勞動力技能和職業培訓 希望到2030年 食字率從現在的78%左右上升到82% 失業率從8%下降到5%以下 勞動力參與率從現在的46% 月升到50%以上 目前的民意調查也顯示 莫迪會在4月19日開始的選舉當中大獲全勝 計票日期是在6月4日 在4月3日的一項調查還顯示 莫迪所領導的印度教民族主義者 印度人民黨領導的聯盟 可能會贏得近四分之三的議會席位 路透社已經預測表示 莫迪將成為自印度獨立後的總理 尼赫魯以來 第一位連續贏得三屆任期的人 美聯社在5日報導 蘋果公司正在加州裁掉600多名員工 據當地政府的報告顯示 蘋果在3月28日通知了多個辦事處的 614名員工即將失業 裁員將在5月27日生效 據加州工人調整和再培訓通知法案顯示 加州聖塔克拉拉的8個辦公室雇員被解雇 在2月份 蘋果公司取消了長達幾年的 自動駕駛電動汽車的研發計畫 這個項目的部分員工將被調往其他部門 其他的員工則可能會被解雇 彭博社4日報導表示 被解雇的人當中 至少有87人是在與蘋果下一代 屏幕開發秘密設施相對應的地址工作 而其他人則是在汽車項目有關的建築內工作 蘋果位於聖塔克拉拉的汽車相關主要的辦公室 有371名員工被解雇 多個衛星辦公室也有幾十名的員工受到了影響 蘋果公司的總部是位於加州庫比蒂諾 在過去兩年其他的大科技公司頻繁的裁員期間 蘋果公司一直沒有裁員 在疫情大流行期間 科技公司招聘人數也大幅增加 主要是因為在疫情的封鎖期間 人們都在網上會花費更多的時間和更多的金錢 導致大型的科技公司的規模比疫情大流行之前更大 但是隨著這種增長的放緩 科技公司們都在努力的削減成本 除了蘋果公司的裁員 另外亞馬遜在這州的早些時候也宣布了新一輪的裁員 這次是主要針對雲計算業務 近幾個月來 視頻遊戲製造商易電表示將裁員大約5% 索尼表示將在PlayStation部門裁員大約900人 斯科系統公司透露計畫解雇4,000多名員工 Snap也將裁員4,000多人 Snapchat更是宣布在全球範圍內裁員10% 由著名的戰狼吳京參演製作成本破譯的中共主旋律電影《零度極限》 在上映的首日的票房卻只有143元人民幣 成為了大陸清明黨票房最慘的新片 最初這部電影是定黨在2021年 準備給2022年的北京冬奧會獻禮 內容講述的是一個知名的滑雪選手林峰 因為事故陷入了事業的低谷 之後回到了家鄉 在朋友的激勵下 他重新找回自我 最終突破了極限的故事 這個電影是一而再再而三的改黨 去年12月底上映之後 就因為票房慘淡 票房決定暫時撤檔 改到今年的清明節檔期 儘管這個電影的預告片是主打無精 但是觀眾們仍然不買賬 截止到4月3號晚上11點 這部電影的全國首日放映 一共只有4個觀眾入場觀看 有網友評論說 故事俗套 製作粗糙 一億的成本估計都是用來請明星了 還有的人吐槽說 這個電影就像是吳京這些年客串的 什麼中國乒乓之絕地反擊 龍馬精神等這種大製作 票房都被韓晶亮給拉垮了 憑藉著主演戰狼和流浪地球 等愛黨電影的吳京 宣稱他所有參演的電影 是已經獲得了超過300億的票房 近年來他更是被中共的官方 吹捧為票房保證 不過有分析認為 吳京的愛國電影在大陸的票房一度火爆 與其說是電影本身的吸引力 不如說是中共的愛國洗腦宣傳在起作用 是中共的行政力量造出的假象 也是中國電影市場的扭曲 還有分析認為 吳京的影片造假 宣揚暴力 黨國不分 讓人反感 業界分析表示 以目前的趨勢來判斷 吳京這次參演的零度極限 最終票房要想破百萬都難 收回成本更是一種奢望 而在清明黨的同期 日本動畫大師宮崎駿的《倉碌與少年》 以及好萊塢的怪獸電影 《哥斯拉對戰金剛 新帝國》 在大陸的票房卻非常的亮眼 前者上映第一天的票房就接近1億元 後者上映一週已經累積了4.75億元的票房 以上就是這期的每日頭條了 如果您喜歡今天節目的話 請別忘記幫助我們點讚訂閱還有轉發 也可以使用特別感謝功能來支持我們 感謝您的支持與收看 祝您週末愉快 明天節目再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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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